为什么有一个鞋柜在亮呢 虫落 Holy car 忘关系 N-off 这有个闪的 N-off 白了半天白白了 Yo what's up YouTube 欢迎回到EZ的频道 又到了咱们周末 一周球鞋开箱时间 这一次在小桌板上 我们要开12小鞋 如果你第一次观看EZ的频道 请不要忘了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以及旁边的小铃铛 那这样再有这种一周球鞋开箱 或者球鞋评测的视频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好那这里必须也要说明一下 好多人看我一周开十几双球鞋 以为我是一个暴腾虎 但其实不是 我今天要开的12双球鞋 都是我人工手动抢到的 好那这期视频 那也是我连续四次 一周开箱十双以上的球鞋 好那如果你看这一期的标题 是一周DUNK开箱 没错 这一周的12双球鞋里 有8双都是DUNK 上一双也是刚刚Sneakers 补货了这个DUNK的各种发售 新出了好几个配色 那我也是通过这一次补货 原价玛丽到这么多球鞋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口气先开箱这8双DUNK 好那这两双一起开 看鞋盒 看什么鞋盒 你都知道是DUNK了 OK就是我面前的这双DUNKLOW的 YELLOW STRIKE配色 那这一次呢是一双女鞋 所以这个鞋带大家看啊 里边是有这种类似于三反光 或者类似于丝绸材质的一个质感 那这次的鞋带呢是光滑的 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扁平的鞋带 好那鞋的外轮廓呢 也是一个扎染的配色 并不是一个纯色的 上面也是有这种淡淡的柠檬黄 那中间的填充部位呢是一个荔枝皮质啊 这个看起来皮质还是不错的 摸起来呢并没有特别的柔软 有一些偏硬 但是看起来可以 那旁边的NIKES50呢 也是一个SWEDE翻毛脊皮的材质 鞋的中底呢为白色 外底呢为一个口香糖的配色 好那这一次呢也是有幸骂你到 我老婆跟我自己的size 那又搭了一个情侣鞋 但是我拿到15以后 我总觉得这个黄颜色 我穿不一定好看 因为什么呢 这个黄颜色太浅了 图书我觉得这双鞋给你整个的感觉 还是偏女生化的元素多一些啊 我不介意穿一些粉颜色的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颜色 女生化的这个元素过于多 我就不会特别的喜欢 好那西兰双呢同样是同团 我们也是一起开 好就是我面前呢 这一双dunklow的purple paws配色 那这一次这个配色呢 我就感觉比黄颜色要好看一些 可能紫色呢更加的讨喜 好紫色的这一双呢 也是外轮廓采用了一个扎染的配色 同时呢 旁边的nike swoosh也是一个紫色的 翻毛脊皮材质 中底为白色 外底呢为一个藕合色 那同时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 脚后跟部位的nike啊 是一个刺绣的logo 这个logo呢 感觉质量还是非常的棒 那同时鞋舌正常来讲啊 上面的这个nike air logo 会是一个尼龙的材质 那这一次呢也是用了一块皮质 还是非常的良心 那其实之前我就给大家提过啊 女鞋往往的上面的做工呢 或者材质是比男鞋要好的 那这次在这两双dunk上也是一个完美的体现 好我们来开下一双dunk 好那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白米采的dunk low 那这双鞋呢 我有好多故事要讲 第一次发售的时候 我几乎在所有能抽签 这双球鞋的网站上都入了签 而且入了多个账号 结果没有一个网站中签了 那之后呢 sneakers也是补货了一次 我还是没有能够原价抢到 同时呢 在一些其他的网站 比如说footlocker啊之类的 也补货了一次 我也是几乎都入签了 然后也没有中签 同时就感觉自己跟这双鞋真的无缘 那直到上一次呢 又补货了这双球鞋 我终于能够有幸原价 money到这双球鞋 真的是太香了 我已经盼它盼了好久 那之前呢 还出了一双黑米采 那双鞋我也中了 只不过呢 没有在录这期视频之前收到 所以要等到下一次一周球鞋开箱 再给大家看了 那很有可能呢 在做下期球鞋开箱视频之前呢 我会给大家录一个户外的上缴视频 那就会同时上缴这两双黑白米采的dunk low 好那这双球鞋的外轮盒 你可以看到整个都是一个迷彩的质感 旁边的nike苏式logo呢 也是一个军绿配色 所以整个这个军绿题材用的还是非常不错 那整个鞋的填充部位呢 包括toebox以及鞋身的侧面呢 都是一个帆布的质地 这双鞋比较有意思的在小后跟这里 正常来讲是一个nike的logo 那这次换成了一个小篮球 同时呢 这一次的迷彩呢 还是一双鸳鸯 你可以看到两个脚的颜色的配置不一样 好那右脚的这一只呢 颜色偏深一些 左脚的这一只呢 颜色则偏浅一些 那如果你还记得刚才女鞋的扁鞋带 你明显能够跟这双鞋啊 是个男鞋的扁鞋带对比一下啊 那这个的质量就远不如那一双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双 好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 dunk low的arcade pink配色 那这双鞋呢 也是一双女鞋 但是我刚刚说过 可能偏粉色一些的女鞋呢 我的接受程度会高一些 或者是偏北卡兰的颜色 所以这个鞋呢 买的是我自己的size 那也是从群里的一位兄弟那里 妈里道 那这次呢 应该是我第二次跟这个兄弟交易了 那他呢 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友情价啊 真的是感谢这位兄弟 这其实就是你入群的目的啊 你真的能够认识到一些喜欢球鞋的朋友 大家呢 能够愿意互相帮忙 以一个比较合适的友情价 帮助你收到自己喜欢的球鞋 那同样呢 我也会把我自己的球鞋呢 放到这个discord group里去卖 而且我标的价格呢 比我自己在购他呀 eBay啊 或者是facebook group标的可能都便宜30美金20美金 都是非常正常的 同时呢 你买我们群里的球鞋呢 你第一不交税 第二呢 你不交各种这个fees 所以你省下的钱啊 已经足够你好几个月的入会费了 所以真的不是我自己老在打广告 群里的氛围真的是非常好 我也是通过这个群呢 已经收了很多这个球鞋了 只是想把我自己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呢 分享给大家 好 那这双球鞋呢 之后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户外上角 穿搭评测视频 那之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些细节 而且这双球鞋美国还没有发 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好 我们接着开又是一双dunk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dunklow的championship ride 那这双鞋其实之前的名字呢 曾经叫过university ride 那其实有另外一双dunklow的university ride 所以这双鞋最后发售的时候呢 名字就改成了这个冠军红 好 那其实之前已经抢到过我自己跟我老婆的size呢 我们俩也是搭了一个这个情侣鞋 那这次抢呢 就直接来一双大马是一双13码的球鞋 那我也是计划呢 把这双鞋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呢 卖给群里的兄弟 那这里呢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的细节 首先整个鞋面的外轮廓呢 是白颜色的 反而填充的部位呢 采用了一个彩色 所以看起来呢稍微有些突兀 那实际上我穿自己的size上脚以后呢 反而就觉得真香了 还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双球鞋的皮质以及做工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比之前给你们看的所有的其他的男鞋都要好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这双鞋的鞋带呢 是一个女鞋的那种扁平的鞋带 是有一种丝绸质地的感觉 那后边Nike logo的刺绣做工呢 也是比较不错 好 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呢 会以我自己的size给他录一次这个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色 那这里呢就不做赘述了 好 那下一双球鞋呢 看鞋盒 你就应该知道是一瓶1985年的拉肺 哈哈哈 一瓶拉肺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DUNK1985的黑酸洗配色 那如果你注意到我旁边的背景 那我也是收了之前两次1985年DUNKHID发售 一双呢红酸洗 另外一双呢UBA的联名 所以今年发售的三款1985年的DUNK EZ呢都收齐了 那也是因为这样呢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以后呢 我可能会专注于收一些1985的DUNKHID 会把我所有的普款DUNKHID呢都选择卖掉 那辛辛苦苦抢闹的现在马上就要卖掉 其实我倒不觉得很可惜啊 那很多人对这一次1985年的DUNK呢 有很多偏见 认为都是倒闭款 没什么好收的 那其实收鞋的逻辑呢 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欢罢了 没有必要一定要充一双大热充一双联名 我自己呢非常喜欢1985的DUNKHID的皮质 包括上面的做工啊以及细节 都完爆普款的DUN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会花一些心思呢 去收这三双球鞋 即使呢可能有个别的这个尺码 包括我自己的size呢都已经倒闭了 我不觉得收倒闭的球鞋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儿 我反而觉得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一些心思能够收齐一个系列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1985呢 也是走了一个vintage风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填充部位 包括中底呢都来了一个做旧的效果 那同时上面的外轮库呢采用了一个酸洗工艺 也是类似于扎染的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皮质有一点被腐蚀的感觉 同时呢有一些不同颜色的花纹 那这一次也是比较良心 它除了一个黑色的鞋带呢 还带了一条奶油色的鞋带 那这个奶油色的鞋带一换啊 我觉得这双鞋的vintage风 一下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外轮库上的皮质真有一种被腐蚀的感觉 那之前我在instagram上看到呢 有人搭这种红黑鸳鸯配色 我自己倒觉得没有那么的好看 因为这个红色实在是太抢戏了 我觉得还是单独穿比较好 好不用多说 这双鞋之后肯定会出一个详细的户外上脚穿大评测 那今天呢就不再做赘述了 因为要开的球鞋还是比较多 好那现在开了所有的档 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给我的视频点赞呢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Easy的视频来一个赞 因为这样呢你不花一分钱 但是却可以帮助YouTube的算法呢 能够给我的视频推广给更多的观众朋友 好那下双球鞋呢是一双New Balance 好就是我面前的这双Shoe Palace跟New Balance的双方联名 也是一个三二七的鞋型 那很多人又要说了又抢一双倒闭款是不是 那实际上你看这双球鞋啊 颜值真的非常的高 做工呢也是很棒 首先整个鞋面的外轮廓呢 都是一个sweet翻包脊皮的材质 摸下来呢十分的柔软 中间的填充部位呢也是一个腰果花的刺绣 那外侧呢有一个New Balance的logo 也是一个翻包脊皮的材质 那内侧呢则没有这个logo 那这双鞋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首先这个质感呢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 另外这个颜值呢这个配色 我感觉还是非常百搭的一个配色 好那我自己呢也是刚刚买了一件腰果花的外套 我感觉跟这双球鞋搭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完美 那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穿搭视频 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下一双球鞋看鞋盒 你就知道了是一双AJ 好那这双AJ1 Low呢也是之前突然在sneakers上架的 那我也是能够有幸原价money到一双大马 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穿 也是为了投资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你认为AJ1 Low可能是倒闭呢 但其实你放一段时间呢 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那可能一双AJ1 Low呢 能够给你带来20刀或者是30刀的利润 你要知道一双这个AJ1 Low 实际上也只有100美金的发售价左右 能够给你带来20%甚至30%的利润空间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那如果你走量买的很多的话 这个累计起来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 所以呢 我现在也会平时尝试买一些 看起来配色比较好看的一些AJ1 Low 那我自己在低帮这个鞋型呢 其实不太穿这个AJ1 Low 那可能个别的配色比较好看的 比如说北卡兰啊 比如说这个类似于shadow的配色啊 或者是之前刚刚发售的这个扣碎啊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忘了提之前抢到这个鞋王 那那些鞋王呢 也是做了一个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视频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请去本视频的推荐区 以及下方的描述区 找那些视频的链接 那除了那几个比较好看的配色以外呢 第一帮的鞋型 我应该比较常穿的还是Dunklow跟Air Force 好那如果你很喜欢AJ1 Low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双鞋的细节 首先整个鞋面的外轮廓呢 都为一个红颜色的配色 所有的填充部位呢 都为黑颜色 那Nike的素食logo呢 则为一个白颜色 鞋的中底以及外底全都是白颜色的 那鞋舌呢 也是一个白颜色的质感 那摸起来呢 填充还是很充足的 脚后跟的部位呢 则有一个这个Jordan的飞翼logo 好下双球鞋 看鞋盒 你又知道了 是一双Saka 好那我就不完全打开了 因为Saka的鞋盒呢 真的很难开 而且每一只呢 都有一个单独的鞋纸包装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这双球鞋 其实我已经有了 是这个Fragment Sakai Nike的三方联名 而且是这个Blue White的配色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鞋柜呢 也有这双球鞋 那这一次呢 也是群里的兄弟 怕我抢不到 给我抢的size 那我可能已经强调了无数次了 那进群呢 认识与自己这个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那可能群里好多人抢不到球鞋呢 我都跟着着急 那下一次呢 抽鞋 我就会尽量去抽他的size 帮他呢 去抢一双他喜欢的球鞋 这个真的不是我在瞎说 大家真的有互相帮忙 好的 这双球鞋呢 我应该会把它处理到 可能会选择卖掉呢 或者是选择跟这个群里的朋友 去交换一些其他我喜欢的球鞋 那如果你非常好奇 这双球鞋上脚的效果呢 你可以去点我之前拍摄的 详细的户外上脚传达评测 你可以在本视频 右上脚的推荐区 以及下方的描述区呢 找到那些视频的链接 同时呢 关于撒开双层鞋带的处理方法 也是我频道观看量最高的一期视频 那我呢 喜欢把我所有的撒开鞋带 都大概绑成这个样子 之前也是出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视频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同样在视频的推荐区 以及下方的描述区 可以找到那些视频的链接 好 今天要开箱的最后一双球鞋 我非常兴奋啊 看鞋盒你就知道 是一双AJ1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 AJ1 Pangae 1.0 这双鞋 真的是我一双魂牵梦营的球鞋 好的 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绿颜色的AJ1 High呢 我一直在尝试找一款自己喜欢的配色 那最近一直在出的一些配色呢 在我心里的地位呢 都超不过这双啊 Pan Green 1.0 那所以呢 最近当我把一些球鞋出售以后呢 能够有一些闲钱去回过头来 买自己喜欢的球鞋的时候 我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了这双球鞋 那这双球鞋我是在StockX上购买的 算上各项的feeds 可能入手的价格呢 在640美金左右 还是非常贵的 但是只要自己喜欢这个钱 花的就值 因为我知道这双球鞋呢 可能会陪伴我 可能5年10年都不止 那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喜欢穿AJ1 High的 而且那AJ1呢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鞋型 是我非常常上脚的 如果你注意到呢 我的背景要有多双AJ1 之后呢 我也是会给大家出一期详细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我AJ1球鞋的系列收藏 所以那期视频呢 也一定会有这双球鞋上脚的身影 好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首先第一必须要强调的 这双球鞋的配色呢 是一个白底黑钩子 是我最喜欢的一种 AJ1高帮鞋型的配色 好那这一次的后边的外轮廓呢 是一个panguin的绿色 前面的toebox也是相同的绿色 同时鞋底呢 也是同款绿色 那其他部位呢 则为经典的黑白配色 那刚才忘讲了鞋舌上边的 这个Nike logo Nike tag也是一个绿底的 好那大家如果有在二级市场 去买这种非常昂贵的AJ系列呢 一定要懂得鉴别真伪 尤其是私下跟人面交的时候 那之前我也是出过了详细的 真伪鉴定的视频 那我讲了15种 你可以去鉴定AJ1 High真伪的办法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些视频 同样呢 你可以在相同的位置找到那些视频的链接 好那今天呢 最喜欢的两双球鞋 就是我面前的这两双 那这两双呢 也都不是原价抢到的 都是我花resale价格买到的 那并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那这双球鞋呢 真的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念它 一开始没有抢到 那之后呢 也没有办法 就会花一个二级市场的价格 把它买回来 那这双球鞋呢 则是在D邦系列 我并没有拥有一款 非常喜欢的粉颜色的配色 那这一次呢 也是弥补了这个空缺 好那今天就让我抱着这两双球鞋 来结束本期视频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Easy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下期见 好那这期视频呢 也是我第四次一周开连续 哎连续第四周 一周 哎 这一下 你再让我今天怎么那么紧张 是我连续四周啊 是我连续四次 一周开箱十双以上的球鞋 爽 一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